好法餐非常經典的這個傳統洋蔥濃湯 今天我要用非常詳細的步驟來一步一步的 讓大家看我在法式餐廳的時候 有我們的洋蔥湯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我工作的這個法式餐廳 一個晚餐大概可以賣掉至少20公升 甚至到40公升多的這個法式洋蔥湯 這個量是非常可怕 最一開始我們就是來處理這個主原料之一洋蔥 那麼我今天用了5顆手掌大的還不小顆的洋蔥 這樣最後的成品可以做成6-7碗左右的洋蔥濃湯 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洋蔥去餅的過程是我們在餐廳比較會用的 就是利用你刀子的尾巴的部分 去把這個洋蔥皮掀起來 然後再把洋蔥皮剝開 這速度會比有一些人可能硬是用手去這樣子摳摳摳去這樣子去撥 會來的比較快一些 那在邊切洋蔥的同時呢 我就分享一下我們在餐廳一般備料的程序 那很多人尤其是料理新手剛接觸廚房的人 就是會覺得在備料這部分非常的繁複 但也是有一些在程序上的小更洞 可以讓你的速度更加快一些 然後切洋蔥絲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要怎麼拿刀怎麼切東西 如果不知道的初學者就順便看一下影片稍微有個概念 重點就是你不是拿刀的那一隻手 一定要把你的指尖縮好藏好 這樣子刀才不會去切到你的手指 然後這個切洋蔥的時候呢 你要讓它的寬度一致 那在炒焦糖洋蔥的過程中呢 受熱才會均勻 然後這個洋蔥不要切得太細 你不要為了想要展示刀工 把它切得非常的細 不然最後你在炒完焦糖洋蔥煮成湯之後呢 它會非常的沒有口感 因為它幾乎已經會變成洋蔥糊了啦 那我們會希望最後的成品還是帶有一些這個洋蔥的固形量 很明顯的在湯裡面 所以我們不會把它切得非常的細 那在切洋蔥的這個過程啊 我也都上了一些字幕 就是一些我們廚房工作的小技巧 可以讓大家 尤其是一些料理新手 可以參考然後多增加一些概念 那麼網路上也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基礎教學影片 大家也可以先去參考看看 洋蔥絲切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準備進行加熱 那在炒這個焦糖洋蔥的重點呢 就是你的鍋子要夠大 你鍋子越大你越能夠讓越多的洋蔥受熱的話 你在炒的過程就會越快 基本上可以用奶油來炒 幫助上色還有增加香氣 那我因為剛好手邊的奶油全部用光了 我就只用一般的煎花油來炒 在一開始的時候可以開中大火 來加速這個洋蔥水分的排出 那不過你也要不時的去翻動它 避免它燒焦或是黏鍋 在炒這個焦糖洋蔥的部分啊 其實網路上也有很多什麼偷吃部教學啊 例如像是加小蘇打 或是你的洋蔥絲可以先冷凍過 或者是先汆燙過 那都說這樣子可以加速這個洋蔥焦糖化的速度 洋蔥煸炒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來準備麵包 今天我用的是自製的一個吐司 比較家常的話 可能會使用法國常規麵包 會使用法國常規麵包 因為它本身已經夠乾了啦 就是我們這個麵包片有個重點 就是我們需要讓它風乾或是烤乾 這樣它在最後才能去吸附這個洋蔥湯的湯汁 而我的這個做法呢 是不論我在美國的法師餐廳 或是在台灣的餐廳工作的時候的一個做法 就是都是使用麵包切片之後 用圓膜把它壓成跟這個洋蔥湯的容器差不多的大小 因為這樣可以讓最後取烤出來的成品 比較完整比較漂亮 那很多比較家常 比較沒那麼講究的做法 就會直接這個法國常規麵包 隨便切片之後 隨便丟進去來烤 這當然也是OK的 但我個人的意見是 我覺得用法國巴格來烤的話 它的邊還是有點太硬了一些啦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吐司 或是其他種類的麵包來切片風乾 烤乾之後來做這個濃湯 這個麵包我會用120度C的低溫來烘烤 把它烤到乾為止 那還有一個做法是 你可以把它放在外面陰涼出來 讓它自然風乾 那不論是你在切麵包 或者是在烤麵包 或者是處理其他任何程序的時候 你都要記得不時的去翻動洋蔥 不斷的去翻動 才可以讓這個所有的洋蔥絲 都可以非常均勻的去受熱 這樣才能達到好的焦糖化效果 要是忘了去翻 那最底下跟鍋面接觸的地方 就會很容易燒焦 那就已經不是焦糖 而是徹底的燒回大了 隨著時間過去 它一定會開始 會有一些糖分的殘留在鍋底 你就要用慕石或是耐熱刮刀 來把這些糖分給它刮起來 讓它繼續再混在洋蔥裡面繼續炒 在原則上呢 在洋蔥它在變色之前 都是可以用中大火的 你只要比較常去翻炒它就可以了 這樣子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火力在洋蔥看起來已經開始變色之後 就要去做調整 那調整的依據很簡單 你的洋蔥顏色越來越深的時候 你的火就要越來越小 同時你也要越常去翻動這個洋蔥 因為洋蔥的糖分已經都釋放出來了 所以會越來越濃郁的黏在鍋子底下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焦糖洋蔥很麻煩 那其實以我今天這個五顆的量炒到最後的成品 也不過就是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啦 其實說真的也不會太久 畢竟蹲高湯的時間遠比這個時間久的多了 那這個洋蔥最後成品這個顏色 是我在餐廳的時候 我們一般會炒到的顏色啦 那不過自己在家做的話 可以不用炒到這麼黑金 這麼深色也是沒有關係 就是以自己方便為主啦 炒的沒那麼上色的話 就是你速度也會比較快一點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因為在餐廳中 或是我自己本身就是習慣會一次炒 比較多的亮起來冰起來 這樣要用的時候就隨時都有的用 所以我現在要煮湯的時候 這個洋蔥是冰凍過的 那因為我一開始有說到 我沒有用奶油 加上我用來炒的芥花油 也加的非常的少 所以我的這個焦糖洋蔥 就是有一點凝固塊狀 那一般正常我們在餐廳做的時候 奶油加的量還不少 所以它的洋蔥是比較濕潤的 因為油份蠻多的 那要是各位跟我一樣 是這種油份比較少的時候 你冰凍過的洋蔥就會有一點點的硬 有一點像塊狀 這樣你在加熱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少量的水來 幫助洋蔥軟化 分開然後覆熱 這些焦糖洋蔥都炒散覆熱之後 我就要來加入麵粉 那我今天的麵粉 使用的是一湯匙的量 那不論你用多少的麵粉 都要記住一個重點 你的麵粉必須要分次加入 並且還要過篩 這個小細節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分次加入並且過篩後 這個麵粉才能比較完美 也比較容易的 跟這個焦糖洋蔥去做混合 要是你一口氣 直接把所有的麵粉加下去 它非常容易就結塊 那即使你在最後煮湯的時候 它也是不會散掉 就會變成是麵粉塊 那這樣就會影響最後的成品 麵粉跟這個焦糖洋蔥 充分的加熱炒過之後 這個焦糖洋蔥看起來 就會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的糊的感覺了 因為有點勾芡的效果出現了 這時候就是要進入這個影片 最重點的部分 就是要加入高湯 那今天這個高湯比例 是我工作的 知名法式餐廳的黃金比例 就是焦糖洋蔥跟高湯的比例是1比7 如果你有1杯的焦糖洋蔥的量 那你就要用7杯的牛肉高湯下來煮 那在最傳統的法式洋蔥湯 一定要用牛肉高湯 當然現在可能很多人為了方便或是節省成本 或使用雞肉高湯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個人都做過 也都吃過的感想是 用牛肉高湯的味道 始終還是濃郁非常多 不論是口感或是味道 都是勝出的 所以我個人自己煮的話 我會選擇使用牛肉高湯 那這個非常重要的牛肉高湯 食譜跟做法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已經都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在煮的時候我們還要加入香料包 就是一些巴西里、百里香、黑胡椒、月桂葉 那麼這個百里香的數量要夠多 因為傳統的這個法式洋蔥濃湯 通常都會有蠻明顯的百里香的香氣在裡面 加入香料包之後就讓它加熱 我們要讓它煮到微滾 讓它煮個至少40分鐘 它的味道才會比較融合 在湯加熱的過程 我們來準備洋蔥濃湯最後的主角之一 就是起司 一般傳統的法式洋蔥濃湯 會使用三種起司 通常第一種會使用的就是風味比較重的 例如今天用的這個Grill Cheese 或者是我工作的這個餐廳 使用的是Emmental起司 那這兩種起司 對嗅覺的衝擊都是比較重的 就是它的味道都是比較強烈一些的 然後這個種類的起司 通常都是會把它做成切片 這樣子它可以完全的覆蓋住 這個整碗洋蔥濃湯 這個Grill或是Emmental起司 你可以用刀切 但是如果你想要烤的比較均勻 比較漂亮的話 那會建議用電動的切割器 如果沒有的話 最一般的日式薄片器 像我畫面中使用的這種也是可以 那第二種起司呢 通常會使用乳香味比較重一些 另外帶有一些牽絲效果的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Fontina起司 而我工作的餐廳呢 使用的則是Comtee 也是一個我蠻喜歡的乳香味蠻重的起司 那這一類型的起司呢 還有比較平價的選擇 就是Modella起司 或者是Pizza起司 那都會有一些牽絲的效果 跟一些乳香 但香氣就沒有像Fontina 或是像Comtee起司這種 比較濃郁一些 通常第二種這種乳香比較重的起司 我們會把它刨成粗絲 或者是剝成小塊 或是切成碎塊 那會把它放在這個 剛剛切片的Grill Cheese 或者是Almento Cheese上面 那最後第三種這種起司 就比較一般 就是使用Parmigiano 或者是帕瑪森 或是Panano 那麼就是同一種製成 味道風味也是比較差不多的 OK那這三種起司的排列方式呢 就是會把第一種 切成片狀的起司 就是放在最下面 然後接著就是把切成塊狀的Fontina 放在中間 最後就是把這個Parmigiano 或是帕瑪森起司 弄成粉末狀 或是像我一樣 直接把它刨成細絲 讓它散落在最上方 這個洋蔥湯已經煮到最後的收尾階段了 就可以來調味 那除了要加入足夠的鹽以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配角 就是雪莉醋 這個在前幾篇 阿根廷青醬Chimichuri 中我有用到的這個雪莉醋 它對傳統的法式洋蔥濃湯呢 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個味道 當然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也是有人會使用像Basamico 或是香檳醋 紅酒醋這種醋類來代替 但是整體而言 如果經過這樣子的替換後 那這整碗湯的風味就會變得非常的不一樣了 所以如果有雪莉醋的話 這個雪莉醋還是首選啦 那調味的程度就是 你吃到你喜歡的酸度跟鹹度就OK了 那接著就是進行最後的步驟取烤 把這個已經充分加熱的洋蔥湯 裝到碗裡面之後 我們要放上面包片跟起司 通常我們會把所有的起司 跟麵包片先做組合 然後一口氣把麵包片跟起司 放入湯裡面之後 馬上就把這個湯放去取烤 那這個階段的動作 你速度要夠快 因為你要是動作太慢的話 你的麵包就會開始吸收這個湯汁 然後就會下沉 上面的起司就會碰到湯汁 就無法被烤到融化還有上色 那這是一個要稍微注意的小細節 如果家裡面有這種上火明火烤箱的話怎麼辦 那可以用一般的烤箱 要把溫度開高一點 把起司烤溶之後取出 然後用噴燈在上面做一個遠距離的炙燒 讓它稍微有點上色 就是會有一個類似的效果 那當然整體而言會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就是也是一個解決的方式之一 那麼最後就是試吃啦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湯 因為牛肉高湯的膠質 還有一些麵粉的勾芡 還有這個焦糖洋蔥本身糊化的效果 這個湯並不需要特別大量的勾芡 就可以產生有濃湯的效果 然後搭配這個吸附滿湯汁的麵包 還有各種不同風味的起司 這些所有的食材碰撞出來的效果 最後就完成了這一道非常經典的 法式洋蔥濃湯 那麼如果喜歡今天這個 法式洋蔥濃湯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分享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